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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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么他的导演风格到底是什么 没错 我们知道在1990年代 那个时候也是第六代导演 很新起的一个时候 可是那个时候也遇到中国大陆电影审查 还蛮严格的 那么他们刚好在这个时候出来 可是有时候拍的作品 没有办法在大陆上映 然后也被形容说他们是有案底 就是有一些前科的记录 可能触动了一些当局的敏感神经 对 那他们也是从乡村走向城市的这一带 那他们从乡村 像他从山西分阳 然后到了北京去读书 那对于城市生活 对他的冲击非常的大 而且呢 他所以他的作品中 可能有蛮多的就是 乡村青年到城市之后 他们的幻灭 然后或者是对城市生活的不适应 甚至他也从他的角度来看一下 有一些城乡移工的问题 我觉得这一点还蛮妙的 因为第六代导演 他们那个时候呢 整个中国就面临到一些 时空环境的改变 不仅是人 还有整个空间的改变 就像阿德刚刚讲的人口 是往这个城市来移动 但是这些第六代导演 我们也发现像楼叶 他的镜头就始终锁定在城市里头 可是像那个贾张科 就像阿德你说的 他会从城市呢回到家乡 可能去探讨他们对家乡的想望吧 对 然后又有一点 就是他们既向往城市 但是又想念他们的原乡 对 就是一种还蛮矛盾的情绪 那他也在说 他像他说他拍电影就像在清仓 就是把内心的一些 压在心里头的一些石头搬走 拍完了石头就搬走了 嗯 所以有一种移工移山的精神 只不过搬的是心里的石头 那希望不要搬的那么快 大家才有更多他的电影可以看到 对啊 就像他的那个当时那种学生时代的习作 叫小山回家 就是描述在农历年的时候 在北京工作的山西人 他们应该要回乡过年 但是他们可能在北京只是低端人口 觉得好像愧对江东富老 但好像又不回去又不好的那种心内的增长 嗯 什么小五啊 天注定三何故人 甚至江湖男女里面的这种尴尬的情调 讲到贾张科他有一个记录非常难得 像小五他的1998年的长片一鸣惊人 在柏林银展就拿下青年论坛的首奖 然后三峡好人 哇更了不起的是拿下威尼斯银展的金诗奖 然后天注定2013年的片子呢 是拿下坎城银展的最佳剧本 大家听到现在柏林也拿了 威尼斯银展也拿了 天注定也拿了在坎城哦 世界三大银展他都拿奖了 对啊 就是应该是说他蛮备受肯定的 对而且也也应该说 他呈现了一些主题对欧路的这些 那个艺术者或者是相关的那种观众来说 是颇具吸引力 有穿越那种时空 就是应该是说地狱的限制 对那再加上那其实大家知道 他1997正式拍了小五这部片子 就引起了一些这种共鸣 那但是他其实在国内是筹不到款 因为他被封杀嘛 可是他2000年拍的站台第二部电影 就得到了包括北野武等很多国外的公司 给他投资的资金 他才能够拍成 国际街头看到他的才华 对对对 所以第二部电影就可以这样 事实上对他来说也是一种蛮幸运 而且因为是国际的资金 所以他更可以就是毫无顾忌的发挥 他所想要传递的在中国的一些 风土人情的故事 而不用被绑手绑脚 这个礼拜为什么要介绍贾张科呢 因为国内有一个他的影展推出 宁静的长河 2020贾张科 元湘影展 是横跨他24年的创作光谱 然后推出了五部的经典剧作 包括小五 天注定 江湖儿女 山河固人 那么另外一部是最新的作品 艺术家三部曲的最终章 一直游到海水便烂 对然后这部是一部纪录片 那照样是以他家乡山西分阳为主题 那他访问了包括了 就也是他的同乡的贾平凹 一个于华等等的作家 来描述他们对于故乡 以及一些他们的一些情节 那贾平凹这个作家 他就会说 你出生在哪里 其实你的一半就是死在那里 所以故乡就叫做雪地 雪是那个鲜血的雪 没有办法抛弃的地方 对对对 他就是你的原乡 你的血统的地方 那这些作者呢 就是描述他们对于山西 以及对于北京 因为他们很多人 后来都去北京有一些发展 然后他们 其实这个纪录片 虽然作者就是贾张科 他并没有出现在 他并不是受访者 因为他在拍摄 可是事实上 透过这些作家 跟艺术家的口吻 来口述他们对于 山西芬扬的爱恨情仇的时候 同时也是反映了作家 自己心里想说的话 那这我们可以说贾张科 他是电影的诗人 没错 这是艺术家三部曲的最终章 那之前拍过了画家 然后呢服装设计师 然后到最终章 他是用这个作家 作家来讲的方式呢 就拍出了这部 非常特别的一个纪录片 然后贾张科也提到啊 他说呢这18个章节的结构呢 就感觉像流云一样哦 就好像河流通往大海一样 他觉得在过程当中啊 每一个脚印都不应该被遗忘 那么如果大家 对于贾张科的作品有兴趣 也欢迎锁定这次的影展 是贾张科的圆香影展 那这个礼拜呢 我们再来介绍其他的芯片 也非常非常的多元 而且呢有各式各样的芯片推出哦 我们待会继续来介绍 店小二电影套餐怎么卖 只要你是影君级 免费交代都可以 当店小二碰到影君子 电影情报全部service 好欢迎大家来到 店小二肺夫金的电影餐馆 但是在开张之前 让我来宣传一下 大家赶快加入肺夫的粉丝团 非常简单 只要在脸书上面搜寻中广主播 曾武清按个赞就可以了哦 那么今天请到跟我一起掌出的 还有影评人佛拉德 我们接下来介绍这个芯片哦 也不算芯片啊 这个芯片他之前就已经推出了 但是呢这个礼拜是重新上映 刚好搭上最热门的 美国总统大选的议题啊 阿德你怎么看这次的 美国总统大选 我应该说是冒冷汗吧 就跟梅克尔马克宏一样 他们内心也都很焦急 对对对 我想这件事情呢 不只是全球的人民众 就是应该是除了COVID-19之外 对 大家最关切的就是美国总统大选 到底会选出什么样的领导人 川普会不会再做四年呢 对啊就是我们还要再被他的推特 每天发一百多封被轰炸 但台湾是川粉大国耶 在国际间只有台湾 他的支持度是比较高的 也就是说他如果来选那个中华民国总统 搞不好选得上哦 对 但是很奥妙是 应该反过来问他们问题 说你们觉得川普做美国总统做的 政绩做的如何 这个可能就是这部纪录片导演 麦可摩尔他想要问到 他的片名是华世119 他之前拍过华世911嘛 对那这部上次那是亏小布希 这部是亏的是那个 我们川普当选的那一天 就是11月9号 那这次美国总统的那个选举好像比较早吧 对 11月3号 对对对对 那所以呢 这这部电影呢 就是重新上映 其实有蛮多种意义啦 而且呢其实我们也可以看到麦克摩尔这位导演 那他呢就是在这部电影剪接了非常多川普所讲的话 然后还有一些他对于民主政体之间的一些质疑 不过他应该说他这部电影呢不是专门亏川普啦 他是左批川普右打民主党 对然后批评这些事情 例如骂希拉蕊当初为什么要做掉桑德斯 如果是桑德斯出来选他觉得应该可以打败川普 可是事实上我觉得还是不可能 对啊 桑德斯太左了 桑德斯这位老爷爷怎么可能呢 对啊 然后所以 就是 不过这是麦克摩尔他对于美国这个国家 他很爱他的国家 然后他 而且他也谈到了很多有关美国枪支的问题 对然后 看了他的这些 纪录片的这些报导 事实上呢 其实我们大家也觉得非常的忧心 因为 其实美国不是很多国家的影子吗 对 因为 我们大部分的民主国家 都是跟随着美国所谓的民主政党的价值 可是你看一看 他们上次的电视辩论会好可怕 对啊 就在第一次的电视辩论 两个人针锋相对 然后频频打断对方 我看那个口译人员好可怜 应该不是频频打断是川普一 不断的插嘴 不断插嘴拜登讲的话 拜登其实还好 他他并没有插嘴川普的 是川普一直打断拜登所讲的话 所以我觉得拜登你是天蝎座的 请你硬起来好吗 那个双子座只是 就是在耍嘴皮子 虚张声势是不是 对 其实你应该 那个 好好的跟他对抗 可是事实上 大家想到也应该知道 四年前的希拉蕊也是天蝎座的 对 所以感觉到情况不是很妙 然后这部电影也非常忧心 就是川普的上台 其实象征美国的民主倒退 然后呢也 所以他深深的为美国的政治 而感到忧心 对啊 因为你选出一个总统 你希望他可以团结全国 但是目前看起来 川普好像不是这样子 他就是以对立 然后分化 然后来成就他自己个人的利益 成就美国的利益 而且是白人种族至上的主义 嗯 所以这是造成一种仇恨 好 那我们就看这个麦可摩尔 他要如何用他的镜头 来说川普的故事 那给他什么样的电影指数呢 吐槽政客造妖镜斯克星 非常呛辣的麦可摩尔 接下来要介绍一部新片 我们带你来到日本的东京 他号称是日本版格雷的50道阴影 里面这个女主角呢 她的工作也非常的特别 她是任职在一个 东京空姐培训机构的一个讲师啊 对 她的工作内容是什么 对对对 不过现在空姐培训训练中心 应该也是没有可 门可罗雀 对对对 都不飞啦 大家都可以知道嘛 这礼拜国泰也宣布说 他们要裁员之类的 然后更不要讲美国的AA啊 等等的航空公司 对 那他在这一个应该是说 他本人是一个美国女孩 是 那可是呢 他却来到了东京 在东京的这个空军 空姐培训中心里面 就是矫正他们的发音 例如他们不是要去考空姐吗 那你就是包括仪态啊 还有你的口音 英文口音 对 尤其在日本 日本他们有一种腔调 对对对 所以你要矫正你的口音 然后尤其而且就是 他们还会示范 有没有 就是空姐上去以后 空姐跟大家讲话的时候 就是要穿那个 对 那个救生衣 那喜欢自己的工作吗 嗯 他不喜欢他的工作 他不喜欢 然后他常常迟到早退 而且他还有一个问题是 他经常在东京呢 就是走在路上 或者甚至他可能跟朋友 去酒吧喝酒 在酒吧门口厕所出来 不是男女共用 他出来的时候 有另外一个日本男生在后面等嘛 是 然后那个男生 他一出来之后 看到那个男生 他就扑向他 蛤 就抢吻那个男的 不认识 不认识 他每天晚上都这样子 榴莲在各个的夜店酒吧买醉 然后寻找这种 算一夜情吗 对 一夜情 哇 这么猛啊 对 那就是 而且他大部分都是找日本人 是 他不是找外国人 他都找日本人 那就是一个很奇怪的 这种 就是他人很失落 他好像透过了一些 那种性爱 他才会感觉到自己的存在 是因为过去受过伤吗 还是怎么样 应该是说他所受的伤 我觉得好像也还好 他就说父亲很早就离家 然后母亲得癌症死掉 然后弟弟有点精神疾病 对 那就是说他本人并没有受到什么虐待 但是他就是觉得人生很虚无 而且觉得一切都好像是会消失 尤其发生在异地 所以他就寻求这样的过程 这样的刺激 好像在麻醉自己 麻痹自己 对对对 我们就会看到他不断的跟陌生的 日本男子上传 那我就发现日本男生也 蛮随便的 对 因为有一个外国女生就是刚见到你 然后就勾引你 然后就叫你跟他去摩铁 跟你头牌送抱 然后就直接上宾馆了 对对对对 那你不会怕说这是什么陷阱吗 或者仙人跳吗 或者是什么 他们都没有都跟他去 而且也会让人家发现 他的怪异的癖好 因为他都要求人家拿皮带 勒他的脖子 玩那么大 尺度那么开啊 是他自己要求的 那有一些日本男的就会吓到 对对 那那就是这这部电影就是在描述他就是 像一个游魂一样漂浮在东京 直到他遇到了一个 嗯就是一个男生也是在路上遇到 然后他就相互勾引 结果那个男生他叫那个男生虐待他 然后这个男生就做了 而且做得很熟练 原来那个男的是黑社会的 哦黑社会的所以一拍即合 对 你希望我淋虐你 他有各式各样的招数是不是 应该就是说 他平常他就把他平常打人 就是对付人家的那些招数拿出来 对 对对对 但是这故事当然也是会有些演变 就是这个男的后来也真正的爱上他 然后希望说你不要再过这样的生活 对 就是有一点很好笑就是什么劝白缝衣哦 是 就是说你前面他说你要你虐待他 你都照做 还掐他脖子 他叫你掐他脖子 你就掐他脖子 要皮带就用皮带 结果你后来跟他说 你这样做不太好 我希望你不要再还带他去什么寺庙 说求那个神说你的人生会获得新神 哦这么大的转变哦 对对对 然后他就跟这个黑道男子就发展出一段恋情 但这个黑道男子呢也是 就是要真正的跟日本的女人结婚了 对 就是所以他又感到很失落 然后这部电影呢 让我觉得很惊奇的是 居然有一位荷兰的实力派演员 是 然后他就是出现在这部电影 就是台湾有上映那部电影 叫做黑书的女主角 然后我还以为他会有什么重要的戏份 原来他也是跟他一样 就是在异乡的酒吧里面就跟他认识了 然后他们一个是荷兰人一个是美国人 所以他们有时候会聊天 他的戏份就这样而已 那有必要你从荷兰到日本来演吗 真的是太可惜了 然后这部电影就是里面最重要就是日本演员 就是饰演那个黑社会 评越大 评越大 那结果我查了一下才知道 原来评越大他是在美国长大 他还是布朗大学毕业的 所以他的英文很流利 因为我本来想说他常常在日本的街头 勾搭日本男生 哪有那么多日本男生英文都那么流利啊 所以里面也拍到一些日本街头的异象 我还看到晴空塔 在预告里头 我看到晴空塔 对对对对 而且后来他就是因为这种 就是常常的晚上又喝酒又一夜晴 所以白天去空姐陪去妈 就常常迟到 于是他后来就被fire 他甚至还跑到日本有一种卡拉OK 就专门找那些外国的女生去陪酒 然后陪那些oji-san 日本oji-san唱歌 有钱的啦 然后呢唱一唱那些唱卡拉OK 那些日本老爷爷 也不老爷爷 就oji-san还会叫他们 就漏奶陪唱这样子 所以就是有这些奇异的风情 好台湾哈日的朋友很多 但是如果你想看一些不一样的日本的话 这一部的电影故事 大家可以去参考一下 《谜语东京》 那他得给他一个什么样的电影指数呢 《艳势女爱上东京黑道南的爱情故事三颗星》 好谈完了这一部呢 非常情欲流动的作品之后呢 我们再介绍一部动画片 《玉子爱情故事》 这个是京都动画超人气的原创电视动画 《玉子市场》呢 这次推出了大一幕的版本 然后里面的主角还蛮可爱的 都是一些少男少女吗 对 那他这个动画故事呢 就是在网路上也蛮受欢迎 因此现在拍了一个剧场版 对 那他其实就在进阶了 然后他就是台湾有很多人 就是大家现在都只能指上回味 以前曾经去过的京都 因为京都也是台湾人很喜欢去的地方 那这部电影 这部动画还是由之前曾经施火的京都动画所制作的 那他的背景就是在京都 京都的玉子市场 然后呢他就是说有一对 就是他们从婴儿时期就认识 因为他们的父母就是在相互就是在对面 就是在那个市场里面的对面 他们都是开高饼店 所以一个男的一个女的 对 那算是青梅竹马 对所以他们本来感情就很好 可是进入青春期之后 男主角他叫炳藏 炳就是真的是高饼的炳 炳藏 刚好家里做高饼店 对对对 炳藏呢 他就就是爱慕 就是对这个女生的感情就有点改变 因为本来我们只是青梅竹马 就一起玩互相关心 可是后来他就觉得他爱上女主角 那他可是他的目标是 他不想要接家里的这个高饼业 他想要去东京大学念艺术相关的科系 那女生呢 却觉得他要留在家乡 然后继承家乡的高饼业 对 所以两个人可能都要走向不同的路途 那于是呢 而且他们两个也太好笑了吧 他们现在这种手机时代 他们在他们家 就因为他们就是一条巷子嘛 就对面 他男生要跟女生通话 他们从小居然是弄一个纸杯 然后弄一条线 然后我要跟你通话的时候 我就给你丢过去 然后你接到 从你家窗户接到 我再跟你通话 现在打LINE比较方便吧 直接传LINE不是比较方便 对啊 而且你们家里那么近 用吼的就可以了 不想让人家听到啊 不想让爸妈听到 对 所以就是我现在 我以为是到了石器时代 对 不过这里面也是有一些感人的 像日本那些甜点 像大福啊 我们大家吃了也会觉得很幸福 里面他们就有说 大福虽然那么小 但是会却让很多人吃了以后 会感觉到幸福温暖 但最后 这是我讲的啦 最后可能会发胖 三高的朋友还是要小心一点 对对对对 然后当然他们也会在京都的 那个有名的乌龟石上 然后两个人在那告白 就是那种爱情故事有没有 就是在乌龟石上 然后跳来跳去 然后告白 那他们这个年纪 有拍到他们的校园生活吗 有有校园生活还蛮多 因为女主角呢 他其实就是擅长做糕饼嘛 那这一次就是 他参加他们学校的那种花棒 花棒队 就是专门在那边像啦啦队一样 耍那个棒子 但是他常常都接不到 然后他们要去参加比赛 这次他到底可不可以成功啊 当然一定会成功的 然后于是呢 当然也 而且他里面还有一个 也跟我们现在有点相关的 就是里面会通知 老师会通知学生说 最近太多同学得流感了 学校要停课 对 流感呢 各位疫苗打了吗 还是打不到呢 现在真的变得很乱 所以里面就讲他们 从这个少年时期 现在即将变成一个成人 然后呢 经历到一些环境的改变 不管是人生啊 爱情的萌芽啊 他们都面临到一些抉择的过程 对 而且他这种日剧 老是有这种剧情耶 就是男生呢 就是女生以为男生 要离开 要去东京了 然后于是就是 跑去那个 京都火车站 要追那个男生 因为那男的要搭行干线 对 但是这么急的情况下 他不搭计程车 也不起脚踏车 一定要跑的啊 一定要用跑的 你这样跑 你觉得会来得及吗 就是这个 这个不论在动画 或者是电影里面 还有电视剧 我为什么一再的看到 这样的情节 竟然赶时间 可能没有钱吧 没有钱去拦车啊 搭公车啊 京都火公车不是很多吗 反正就是要有一种 那种浪漫的情境 就是一直跑一直跑 然后就叫名字 然后最后 给玉子爱情故事 一个电影指数吧 刚刚那个《名誉东京》呢 是非常的SM的剧情 然后这部《玉子爱情故事》 却是纯情 纯到不能再纯的爱情故事 四颗心 好 待会儿在下个阶段 我们来介绍的是 台湾电影 还有香港片哦 不要错过了 好欢迎回到电影下路上瘾 我是节目主持人肺夫 也是中广主播曾武清 也欢迎大家 赶快加入脸书的粉丝团 那么今天跟我一起聊电影的 还有影评人柏拉德 我们接下来介绍呢 那这部呢非常好玩的香港片哦 非常有趣 他有一些奇幻 但是呢 也有一些励志的一个元素在里头 《狮子山上》 他是在讲攀岩选手的故事 里面这个男主角他叫做 纪大伟 是一个攀岩的运动员 我觉得攀岩很累 对 我看到会脚软 而且你那个身体要用力啊 在那么狭窄的一个 一个波度那么陡 对不对 而且还常常受到 那种很高的地方 他的风速啊 对 例如他的片中也有在开玩笑 他就爬得很艰辛的时候 教练在下面鼓励他说 不要怕 那只是风大一点而已 对 真的吗 那这位 我光是往下看我都会脚软 对 然后这位先生呢 他之前呢 因为他是根据真人实事改编的 那不过名字当然不是这电影中的名字啊 对 然后这位先生呢 他曾经创下世界排名第八的记录 他本来是一个非常优秀的运动员 对 就是攀岩冠军 然后拿过世界亚洲冠军 不过呢 香港的电影 不是香港的体育总会 他去申请一些经费 例如他要去国外比赛嘛 需要那些机票钱或住宿费 对 然后他去申请的时候 那些体育体协的官员也是一色嘴脸 他说我的最高纪录是世界排名第八 他们说 那就是没有钱三哦 那很抱歉 钱不能给你 那么恶劣哦 就类似像我们这 所以协会啊 协会那个 其实各国都有啦 对对对 就大家看印度啊 邪恶的邪 印度啊 或我国等等 都是有非常多诟病 不过后来想想也是 可能这些体协 他们的经费也没很多 那来申请有潜力的选手那么多 那你投资下去 万一他们没有得到前三名 然后上面可能体育师或什么的 就会怪你说 你把钱用到哪里去 你为什么用到哪里 其实他们也是很可疑 都很现实啦 对对对 那既然得不到资源 那现在怎么办呢 自己来 对所以他就是在描述 体育员的辛苦 但他更辛苦的是 他在2011年的时候 就是骑车回家的时候 发生交通意外 然后造成他的下半身都瘫痪了 下半身瘫痪 你是说半身不随的意思 对对对对 只能够坐在轮椅 只能够坐在轮椅上 就非常的辛苦 但其实你就古今中外啊 其实关于这样子的就是 就是肢体残障的人 他们的奋斗故事 真人真事也非常的多 但是我个人就是我个人观察到 就是通常那种形态 就是他们非常的辛苦 然后家人都支持他们 然后他们最后可能又站起来了 或者是他们又克服了什么 又回到场上 或者是他们又写了一本书 或者是最后国家颁一个奖给他 然后大家一起鼓掌 好像公事都是这样子 好莱坞最喜欢这种 就是大家一起鼓掌 然后热泪盈眶 然后片子就结束 然后另外一种呢 就是他可能他们会 就是根本也没有办法 就是再站起来 可是他们就会产生了一些 他们幻想他们以前 怎样怎样的故事 那这部电影也有融合一些这些素材 但是他很特别是他用奇幻的方式呈现 例如他后来受伤之后 他的以前爱慕的跟他一起一样 是攀岩选手的一个女性 就来看他 然后当那个女生离开的时候 那个女生走在医院的走廊上 就变成一只小白猫 你是说人变成猫啊 对就变成一只可爱的小白猫 是他的幻想吗 对他的幻想 然后电梯 医院的电梯不是很多吗 然后另外一台电梯也开了 出来就他老婆要来看他 然后他老婆就是出来的时候 又是什么动物 一只母老虎 对 他很凶是不是 就是一只小白猫走进电梯 一只母老虎走出电梯 然后就是对照 然后甚至他岳母就会一直亏他说 哎呀你得了那么多奖 可惜那能吃吗 然后岳母就离开房间 变什么动物 就后面的衣服就露出一只 狐狸吗 就是不是老虎的尾巴 也是老虎 对对对就是他有很多的幻想 那然后这部电影就是在这样的情境之下 好像让他变得没有那么的悲伤 对 然后还有的是 他还出现了一个年轻的时候的自己 年轻时候的自己 对对对就是常常在那边吐槽他 例如后来他觉得 我还是想要继续攀点 你是说还没有出意外的时候那个自己 那个年轻的时候身体非常 你说体能非常好的自己 那这个是来打击他的还是来帮他鼓励加油的 所以就是说这跟这一般的电影不一样 一般电影就是一直在鼓励自己 那他不是 他就是一直吐槽他自己 那他年轻的自己会告诉他说 如果呢 你能够 就是再度的爬上 你可以爬上再度的攀岩 爬上狮子山 就是坐着轮椅 爬上狮子山的话 你就是生命的斗士 等一下等一下 你刚刚说要坐着轮椅 一般人爬上去可能都有一些危险跟风险 他现在是要坐着轮椅上去啊 那怎么爬啊 因为他现在正在自己训练 但是呢 他旁边年轻的自己就一直吐槽他说 你如果爬上去了 你就成为生命斗士 但你爬不上去 你就变三场人士 就是会被人家说 对啊 你就是三场人士啊 牛院就是三场人士了 然后他的自己也会跟他激励说 我只是你的过去 然后你现在要放下我 这是一种激将法吗 或者说另类的鼓励的方式 都有 可是我的意思说 这就跟一般那种励志电影不同 因为一般励志电影就是一直鼓励你嘛 然后你终于克服了难关 但这部电影就是一直吐槽他 然后 那如果要去挑战的话 他现在又是一个 没办法走路的一个残障人士 他必须要做好哪些准备 嗯 这方面他只是一直安排他 就是用他 因为他的臂力还是很好 对 所以他就是坐在轮椅上 然后用那个绳子缠住他的轮椅 然后一直用他的训练他的臂力 要用臂力一直往上探 因为他现在可能脚没有办法施力的 他必须要用手的力量 对 然后这部电影 当然他的老婆也是有支持他 但是他也写出了很多这种现实面 例如老婆也会抱怨之类的 对 那老婆 比如说老婆 会跟他躺在床上的时候 老婆说 如果命运来可以重选的话 我绝对不会选跟你结婚 然后那个男的就回他说 如果能够重选 我一定选你 嗯 哈哈哈 对啊 就是这部电影就是很真实 呼吸的对话我觉得也蛮妙的 对 他不会把里面的这些家人 都塑造成说只会鼓励你 不会拼命的撒狗血 对 他们就是会有一些抱怨 也会有一些支援 反而比较真实 对对对 例如他跟那个就是他非常强悍的 这个老婆的太太 老婆的妈妈就是他岳母 然后岳母就 我们有说他很会吐槽他 对 然后还有他也有穿插 因为他不是车祸嘛 那他要告那个造势者 嗯 然后那造势者呢 就会变成一只犀牛 嗯 然后律师会变成老虎 嗯 对然后在 我觉得他们在那个法庭上 工房也很有意思 就香港的那些皇家大律师 就是头上会戴一个假发的 对 就是他们英国式的 选法 对 那种法庭的 他的那个法庭工房站都很厉害 他例如那 他会让男主角 带了他所有的奖牌 是 就是带在脖子上 嗯 然后然后律师 是要证明是不是 不是 律师就走到他旁边 嗯 然后就说你看这场车祸造成他怎么样 然后就拿剪刀 把他的那个奖牌的那个袋子剪断 哎呦 这么有戏剧性效果 对 就跟他讲说你看 他的这些荣誉 他的债也得不到了 嗯 对 然后律师会训练他说 你应该要讲什么话 或者是什么 你才会赢 然后律师对这些 嗯 就是造势者 又是怎么样犀利的对话 我觉得这些都很能激荡脑力 就是大家以后要跟人家吵架 或者是要跟人家理论的时候 这些其实都 都可以作为参考 好 这个电影呢 狮子山上大家一点好奇 那狮子山他有多高呢 他大概是海拔495公尺 大约是500公尺啊 大约就像台北101那么高啦 那一般人我觉得爬上去 应该还有可能 但是针对一个这个残障人士来讲的话 其实难度还是有哦 对 那这部电影呢 其实我觉得还蛮开心的 就是他 他蛮有创意的 然后描述了这 这个一个山长人士 他如何重归荣耀的故事 但是他不敢伤 而且还带着一些幽默 然后还有一些自嘲 那导演呢 却是第一次攀电影 梁国斌导演 我们非常看好他的未来 然后另外呢 这部电影主演 这位灵魂人物 就是受伤后的男主角 林德信 然后这位先生 他以前是个歌手 然后他有个鼎鼎大名的爸爸 叫林子祥 哦 真的是非常有来历的 非常有来头的 好我们最后给这个 狮子山上一个电影指数吧 攀上狮子山的 《轮椅斗士四颗星》 好带我们来介绍 另外一部台湾电影 也是带我来介绍的 最后一部新片 它也是本届金马奖的大热门 哦 好大家加入肺腹的粉丝团了吗 非常简单 只要在脸书上面呢 搜寻中广主播曾武清 按个赞加入就可以了哦 接下来跟阿德介绍最后一部电影 亲爱的房客 讲到这部台湾电影 在这个金马奖里头 它是入围六项大奖 而且入围的都是 算是一些比较主要的奖项 包括最佳男主角 最佳女配角 最佳导演 最佳影片 还有原创剧本哦 亲爱的房客 从这个片名出发 我们开始来聊好了 一般的房客 顶多就跟房东 有时候就好像还蛮陌生的 大家可能不希望有太多的接触 但是这个房客不太一样哦 他会去照顾这个阿嬷 这个房东阿嬷 甚至还想要收养他的孙子 他们之间的关系到底是什么 对那这片子一开始 其实我们就会看到莫子怡 所饰演的男主角林健一 那他非常的忙碌 在厨房里面准备年夜饭 然后一个人煮好多的菜 然后当这些菜都上桌以后 那阿嬷跟这个小孙子 都在那边准备吃饭 那这时候来了 世源界所饰演的 就刚开始你会觉得 他们是一家人 没有世源界饰演的小叔叔 来了 那菜也端上桌了 没想到莫子怡饰演的林健一 居然说你们慢慢用 他就离开了 他根本就没有吃一口菜 因为他就不是这家人 不是这家人 那他还让他煮年夜饭 这就是我觉得他们关系 一刚开始就觉得 大家非常疑惑的一点 对大家都觉得 这到底怎么回事啊 而且世源界饰演的小叔叔 还有一副跟他很熟 说一起吃吧 他就说不用了 你们吃吧我到楼上去 那楼上所谓的房子 也只是顶楼加盖而已 他住在顶楼加盖 对对 然后没想到房客不但付房租 还要负责照顾下面一层楼的房东 真的是一个很莫名其妙的关系 而且老的也照顾 小的也照顾 那小的他是负责他的一些上下学吗 对 功课吗 犹如他的父亲 还教他弹钢琴 因为林健一就是莫子怡所饰演的男主角 他的本业是钢琴老师 他在音乐教室里面教小朋友弹钢琴 对 然后他当然也就教了这个 白润音音所饰演的这个王优宇 然后教他弹钢琴 那你来谈一下 那如果说他那么的照顾这个家 那阿嬷跟小孩子对他的感觉又是什么呢 白润音音跟他的感情非常的好 就像父子一样 然后非常的依赖他 那可是陈淑芳这个阿姨所饰演的这个房东太太 却对他的态度非常的不好 然后常常的骂他 因为他自己又有糖尿病 然后有很多的一些常常会痛啊 伤口很难愈合等等 然后莫子怡常要带他去医院看诊 但他呢就说就会辱骂他说 你不要以为我 你对我这样我就会原谅你 我永远都不会原谅你 因为你害死我的儿子 好这时候重点来咯 那他儿子到底去的哪里 这个阿嬷的儿子 然后这个小孩的爸爸去哪里了 他有两个儿子 一个是姚纯耀所饰演的大儿子 一个是世缘界所饰演的小儿子 那小儿子呢就是 从他们礼言谈中可以知道 他是在大陆做生意 但想要失败 然后就跑回来跟妈妈要钱 是补他的钱坑 那大儿子呢比较负责任 但大儿子结婚以后就离婚了 然后媳妇离开 那留下了孙子 可是大儿子又就是过世了 那他究竟是怎么过世的 为什么陈淑邦阿姨要骂墨子怡 说是你害死了我的儿子 我永远不会原谅你 你现在就是做的一切都是在赎罪 那有交代比方说这个墨子怡跟这个 这个大儿子的关系吗 对啊有啊这个其实这个 故事的简介里就有说 他们原来是一对同志的爱侣 哦这个时候就 对因为那个故事的背景是 就是可能是十几年前 不是我们现在这个时代 这个时代同志可以结婚 但那时候没有 于是姚纯耀你就跟一个女生结婚 生了孩子 但是事实上呢 他却是还是很爱墨子怡 于是就是他们两个就在他离婚后 他就住到他家楼上顶楼加盖 然后两个人就一起抚养白润英长大 可是发生了一件什么样的意外 然后造成了后来的一些问题 然后后来又有世源界 就是在陈淑邦阿姨过世后 然后开始就是要控诉墨子怡 杀害了陈淑邦女士 他变成一个杀人凶手啊 对就是控诉 然后由吴彭凤先生 就是这一部电影也是吴彭凤先生的遗作 他在里面饰演了刑警 他就开始抽丝剥茧 然后就发现原来你这个房客 怎么那么莫名其妙 照顾房东 难道你是基于房东太太的这栋房子吗 而且那像那个社工人员也介入调查 对不对 他说你要照顾这个小孩 还有法官等等的 那他本来已经去在陈淑邦的同意之下 要办理收养白润英的那个法律程序 但是因为他涉入这件案件 又会造成非常多的问题 然后于是其实这部电影的这种拍摄的色调 他们主要是在基隆港他们住在基隆 还有一些戏是在和欢山拍摄 那整部片子的都是比较偏远 是不是冷冷的感觉 灰暗色调 那其实也是在反映莫子怡他压抑的心境 就是任凭陈淑邦阿姨怎么样的辱骂他 他还是一直继续的在他们身边照顾他 还是无怨无悔的当一个亲爱的房客 对但是因为那是为什么呢 因为他做错了什么事情 对所以然后到底陈淑邦阿姨是怎么死的 难道真的是被害死的吗 所以这部电影有一些悬疑的严肃 但最后总结来说 他还是一个爱的故事 关于爱的赎罪的故事 讲到他入围的金马奖的奖项 我想这个演员的部分呢 最佳男主角还有最佳女配角 男主角莫子怡之前 已经在台北电影讲是摘下影帝 那尤其女配角呢 竹邦阿姨他这次也是入围男女主角 女主角跟女配角都有嘛 对女主角是孤魏这部电影 那阿德来聊一下这两位 莫子怡跟这个淑邦阿姨 她们在片中的演技好了 应该是说她们是又爱又恨啊 那陈淑邦阿姨 刚开片子一开始 大家可能观众都会有点讨厌她 感觉就是一个很机车的老人 就是有人这样不是你亲生的孩子 你亲生的小儿子都不知道人跑哪去 对你一定要感恩啊 对然后一个跟你没有血缘关系的人 却像媳妇一样在大儿子死掉以后 还这样照顾你 然后帮你煮饭 然后你生病帮你买药 然后带你去看医生 然后忍受你歇斯底里的辱骂等等的 然后那你为什么不满意呢 可是随着剧情的发展 我们才发现 原来她为什么这么恨莫子怡 原来心里有个结解不开啊 对这因为的确是她大儿子 发生了一些事情 于是呢这个莫子怡也怀着愧疚 来赎罪 那应该是说莫子怡的演技 也是属于那种压抑型 就跟这部电影 所以感觉两个人喔 一个是比较外放 一个是比较压抑 对一个就是一直辱骂她 对然后一个 可是她内心也知道 她也感谢莫子怡的照顾 她也知道她那个小儿子 四元界是不牢靠的 可是她内心就是 她外表就是一直骂她 但她内心也知道 谁是真正对她好 所以我觉得这个演技 就是在一些眼神 或者是很多的表情上 就是这种老演员的功力 非常的炉火纯青 那莫子怡当然她的演技 就是属于比较压抑的 她这个角色也是 然后随着剧情的这种推进 我们才知道 在她内心里面最最旧的是什么 OK 所以整部片呢 其实就是跟导演郑友杰 她的风格还是蛮相像的 她非常善于去处理一些 人际关系啊 或者说人性的一些黑暗面喔 然后在这个悬疑当中 好像又藏了一些温情的元素 然后温暖的一个基调在里头 那么到底她们那个角色是善良 还是邪恶 那么就等大家一一的去探索咯 那里面我觉得 除邦阿姨的演技还是相当不错啦 那尤其这一次 阿德是非常推崇她在孤魏里面的演出 另外一部片 对啊过阵子我们会帮大家介绍 她在孤魏的演出 那莫子怡目前应该说 她是呼声最高的男主角的候选人 台湾代表吗 对对对 所以我们就看 十一月的金马奖颁奖 莫子怡是否能够拿下金马奖最佳男主角奖 那最后给亲爱的房客一个电影指数吧 因为片中莫子怡跟姚纯耀 他们常常约会的地方就是在和欢山 他们是山友 所以我们要给她的评分是 这里也有一座断背山四颗星 好那接下来呢 就是要进入这个单元 台北票房观测站 第一名 柯在你心底的名字 296万台币 第二名 吴声 266万台币 第三名 倒数反击 227万台币 第四名 天能 112万台币 第五名 紫罗兰永恒花园电影版 82万台币 阿德你观察这个台北票房 台湾票房 真的好莱坞大片没有排上档期 真的给台湾电影一些机会 对 而且应该说2020年 虽然大家说就是电影业面临的危机 可是事实上好像有时候危机就是转机 没错 那台湾有一些电影 例如上 柯在行李的名字啊 这些电影 虽然他们也许 在技巧上或演员的演技上都还没有到那么的完美 如火纯青 对对对 可是事实上呢 都是有很长足的进步 而且有吸引观众的商业元素 对 所以做好防疫措施 大家可以去进戏院去支持国片 好接下来就是让影评人伤脑筋的两个小单元 孤注一职大作战 还有抢救影片大作战 什么意思呢 因为新片那么多那么多元 可是只有一部片的时间跟成本 那么阿德的选择是哪一部呢 孤注一职 我想要推荐给大家的是香港电影《狮子山上》 然后这部电影呢就是描述真人真事 然后香港的攀岩冠军 他如何在车祸受损下半身瘫痪的情况之下 然后他还能够以轮椅爬上了那个狮子山上的一个奋斗的经历 但导演用诙谐而不失幽默的方式来描述这一段感人的历程 所以把这部电影推荐给大家 在疫情的当下有一些即将下档的好片 更需要大家的支持 如果只有一部片抢救影片大作战 要救哪一部呢 我们想要推荐的是日本电影《看不见的目击者》 他虽然改编自韩国电影 但是却发展出他们自己特殊的日本风格 把日本电影最擅长的这些推理悬疑的元素融合其中 然后这是一部我觉得很不错的推理电影 所以推荐给大家 因为时间的关系 只能跟影评人佛罗阿德聊到这边 希望下次阿德来到节目当中推荐更多的好电影 谢谢大家 大家赶快加入肺腹的粉丝团 非常简单 只要在脸书上面搜寻中广主播 曾武清按个赞就可以知道 每天早上呢 我们想要跟大家分享的新闻资讯 还有一些呢 电影圈的最新的情报 电影下就上瘾 在每个星期六早上九点钟 在新闻网首播 如果听的不过瘾 或者听的不完整 没关系 我们现在已经上传到YouTube了 只要在YouTube上面呢 搜寻电影下就上瘾 这个瘾呢 是电影的瘾 也希望大家看完之后 如果喜欢帮我们分享出去哦 我们下礼拜再见咯 拜拜 拜拜